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别是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四到周五的戏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金金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二的节目都是从晚上七点开始 周六的节目包括评书连载 西雅图少年说 解读美国 戏城美丽说 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六的节目包括爱情麻辣汤 这里是江苏 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云畅谈 跟我学粤语 吃和玩的西雅图和戏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 广播频段是am1150或hdfm98.9channel3 网上收听的网址是1150kknw.com/.layson 手机收听请下载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或者下载KKNWAMAPP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乌克兰向赫尔松推进 以夺回该地区12个定居点 一些部队遇到了俄罗斯埋的地雷和路障 乌克兰军方警告称 俄罗斯人正在患上便服躲进居民房 并在城外加固防御措施 美军参部长联系会议主席表示 这场战争中乌克兰和俄罗斯均有超过10万名士兵伤亡 但俄罗斯的入侵还杀死了大约4万名乌克兰平民 他提出了和谈的可能性 但西方官员表示 这在近期不太可能 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三11月9日说 俄军正在从乌克兰南部关键城市赫尔松撤退 不过乌克兰官员对俄罗斯正在全面撤军的说法表示了欢迎 赫尔松是俄军2月末入侵乌克兰以来占领的唯一一州首府 如果俄军撤走 这将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一大挫败 但是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不愿意说 这是否会促使基辅与莫斯科谈判 在判断乌克兰是否准备好与俄罗斯妥协方面仍有待观看 他说 我将去参加20国集国会议 我被告知普京总统不大可能与会 但是其他世界领导人将会去印尼 我们将有机会看看下一步也许该怎么走 国防部长西尔盖少一谷 在宇格罗斯高层将举行的电视转播会议上宣布了撤军 清乌俄军总指挥西尔盖将军对少一谷说 撤军的决定是困难的 但这是为了保护军人的生命和部队的战备能力 这些情况下苏洛金说 奥尔松市其附近定居点无法以充分方式得到的补给 在对当前形势进行了全面评估之后 我提议沿地涅薄荷左岸设立防线 少一谷回答说 执行撤军并采取一切措施以确保部队 武器和设备安全转移到地涅薄荷对岸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重要亲信周三与伊朗总统莱西会面 他此行是为了深化贸易和安全合作 莫斯科正在试图提振经济并加大对乌克兰战队的投入 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尼古拉帕特·卢舍夫的访问表明 在莫斯科被西方制裁孤立并面临乌克兰强大军事压力之际 伊朗作为其伙伴的核武器供应商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俄罗斯的国际文传电讯社说 莱西和帕特·卢舍夫讨论了俄罗斯和伊朗合作领域的各项议题 以及一些国际问题 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活动已经进入到了第九个月 前面时间去报 达西亚路纪区今晚多云 最终圈华氏39度设施4度 明天起来多云 最高圈华氏47度设施8度 最终圈华氏36度设施2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亚图中文电台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08分 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据中央社今天引述消息报道称 苹果90发布了iOS作业系统更新 针对中国境内的AirDrop功能施加限制 阻挡用户接收陌生人传送的档案 法先生说中国销售iPhone更新之后 通过AirDrop接收非联络人传送文件的时间 被限制为10分钟 之后该功能就会自动关闭 以前AirDrop的接收功能并无时间限制 这象意味着中国的iPhone用户 必须在分享文件之前刻意打开AirDrop功能 才能进行接收 这导致用户几乎不可能从陌生人那里接收文件 上月13日中国二十大召开之前 一名男子在北京四通桥上悬挂横幅 呼吁罢免独裁国贼 并且结束中国的清零政策 此后中国审查人员迅速清除和示威相关的线上影片和贴文 且温信上百名用户在谈起罕见的示威活动后 账号也遭封闭 苹果仅针对用户登信中说明 本次更新错误的安全更新 该公司并未回应法新社的置评要求 也没有说明更新的具体原因 目前中国境外销售的iPhone皆未受此更新影响 而在中国销售的iPhone 无论用户的App Store账号 位于哪个国家地区及AirDrop功能都会受到限制 总部位于加州的科技巨头苹果 此前也向中国权威政府来让步 照来批评浪声 包括在中国开设资料中心 以及在2019年删除允许香港民主示威者 追踪警察的应用程序 据中央社说 苹果今天向中国用户推送的 LS4 iPad 16.1更新 大幅缩减了AirDrop的隔空投送功能 此举一次是因为AirDrop投送 难以追踪发送者 中国政府因而下令苹果收缩 据报道T1之家等消息 相隔上次更新仅16天 苹果时日向中国政府推特进行了更新 移除了对所有AirDrop的选项 目前仅国航版有此调整 也就是说现在在中国用 只能在关闭仅联络人 对所有人开放10分钟 这三个选项中选择 经10次用户需要手动 才能开启对所有人10分钟 而10分钟后自动关闭 而默认情况下均是仅联络人能用AirDrop 中央社说此外 中国有个别大专业一校 因出现学生使用苹果AirDrop 功能传播不当有害信息 消防紧急发通知 提醒学生主动关闭这一功能 Voice News的文章也提到 有人在上海地铁中使用AirDrop散发 声源四通桥的图片 并指AirDrop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 相对无法追踪文件共用方法 可帮助传播者避免当局报复 据中央社今天发自东京的消息 称胡锦涛被离场 据传想看胡春华是否入政治局 曹玉称 中国二十大上月底的闭门会上 在选出新一届中央委员 后顾中央委员及中纪委委员后不久 与会的胡锦涛继续称在助手的搀扶下被离场 当时会议尚未结束 胡锦涛的离去引来众多议测和讨论 从外媒拍摄的画面当中 胡锦涛疑似非资源被工作人员搀扶提前出场 新华社官方推特账号则表示 当时胡锦涛申请不适 但外媒曝光的影片显示 胡锦涛是在试图翻阅眼前一份红色文件夹后被读指 才遭嫁离现场 据日本媒体西滩富士9月刊出记者建斯的调查报告 他表示虽然胡锦涛过去曾传出患有帕金森施症 但胡锦涛在二十大开幕式时完全不需要人员搀扶 很难强项他的健康状况会急速恶化 到了病会竟要有人来搀扶着他提前离场 建斯的访问数名习数的中国政治和美国官员后分析指出 胡锦涛在闭幕会上当天上午 得知政治委员会人数少了一人变为二十四人 发现胡锦涛遭到降格 因此胡锦涛想分开被认为是政治局委员会名单的红色文名家进行确认 却遭到制止 当时坐在胡锦涛左方的栗战书发现胡锦涛想翻阅名单时马上出手阻止 接着又对胡锦涛说了几句话 据建斯表示根据中国台湾的中国政治学家解读地战书的淳语 地战书当时可能是对胡锦涛说别看了都决定了 据中央社今天说从2002年以来 中共政治局委员会的人数一直维持在25人 胡锦涛是中共第十八十九届政治局委员 曾是胡锦涛隔代指定的接班人 但在现任总书记习近平打破隔代指定及最多两任的惯例下 胡锦涛不但不能够成为接班人 更落选第二十届政治局委员 仅留下中研委员的职务 美国总统拜登11月11日在埃及出席联合国旗游变化大会 第27次缔约方会议后将前往印尼 参加G20峰会 期间将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谈 此刻两国关系正处于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研究美中关系的美国专家不期待这次见面能有什么突破 他们认为这是双方使关系稳定下来 不至于失控而做出了努力 拜登11月10日正式宣布 总统拜登将于11月14日在印尼举行的G20峰会 面前面见中国国家的两人习近平 这是拜登入主白宫后首次与习近平进行面谈 不会有突破 但我认为这将是使关系稳定下来的一个尝试 美中关系专家马鞍周谈到即将登场的拜席会时 对美国之音说 他认为这次罕见的面对面会晤 为阻止关系进一步下滑提供了机会 还有专家说 如果双方不仅仅是发泄不满 而能够示意愿意在共同感兴趣的领域 恢复工作级别的讨论 那会晤就算是成功的 美国宗的拜登中11月11日在埃及出席联合国企业代表大会 第27次会议后将前往印尼与习近平进行会谈 他说我认为双方都对眼下的如何处理这个议题 以及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有关真实的关切 据新华社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听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汇报 研究部署进一步优化防控工作的20条措施 会议强调要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坚定不宜坚持人民之上 声明之上 坚定不宜落入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 坚定不宜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 按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的要求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最大程度保护人民安全和身心健康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10月M2货币供应同比增长11.8% 新增贷款 涉容增量同比大幅减少 据央行发布的10月金融数据 10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261.29万亿元 同比增长11.8% 10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6152亿元 受技术较高的因素影响 同比少增加2110亿美元 2110亿元 10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9079亿元 以上年同期少7097亿元 其中对实体经济发展发放人民币贷款增加4431亿元 同比少增加3321亿元 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 折合人民币减少724亿元 同比多增690亿元 地方债发行利率变轨 广东试水参考地方债收率曲线 据澎湃广东最新的两地 地方债券发行利率试水参考地方债利率 这是首批参考财政部中国地方政府 债券收益率曲线发行的两支债券 此前地方债一级市场定价环节 往往参考国债收益率 往后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世纪游轮欧洲莱茵河豪华游轮和瑞士八天之旅 12月15日新雅图出发 独家包租整搜莱茵河豪华游轮洋台房 游轮所有酒水免费倡饮 上岸游览全包 全程包餐包门票 瑞士参观苏黎市和雪山美景 每人价格仅2799美元起 圣诞假期和我们一起去坐游轮 看雪山吃大餐 世纪游轮咨询热线 想要降低您企业的运营成本并保护环境 但不知从何开始吗 Seattle Public Utilities可以帮到您 我们的EnviroStars计划方案 能提供您免费的资源 多语文的指导和工具 包括回收箱和漏水检测器 来帮助企业在节省水资源 能源和成本的同时 又能保护环境 今天就致电2063438505 来了解更多 并创造一个更加环保的明天 我们提供语言支援服务 惠安娜联邦医疗保险优先计划 并持惠人关怀精神 以您为先 30多年来 倾听回应符合联邦医疗保险资格者的需求 专注支援您的整体健康 并提供各种计划选择与服务 让您能从联邦医疗保险中获想更多 更有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 助您找到适合的计划 拥有健康的黄金岁月 快置电8558382963 听账专线711 洽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 疫情对每个人都造成了影响 但移民中的很多人 无法获得联邦纾困补助金 因此 在华盛顿州 我们设立了华盛顿州 COVID-19新冠病毒 移民救灾急难补助基金 申请人有机会获得 1000美元以上的补助金 申请人的信息是保密的 请在11月14日之前 到www.immigrantreliefwa.org申请 获知电844-620-1999 了解相关资讯 今天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栏目 我是柯宇帆 我是Kiki 今天是2020年11月10日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 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新闻夜线 新闻播报美国新闻 共和党人周四距离掌控 国会众议院又进了一步 但亚利桑那州和内华拉州的两场参议员竞选 结果仍不明确 这使得国会参议员的控制权归属 在中期选举投票日过去两天之后 还未揭晓 共和党人似乎已经掌握了209个众议院席位 他们需要435个席位中的218个席位 来成为多数党并掌控众议院 民主党人获得了192个席位 34个席位仍未确定 计票还在进行中 共和党人说 他们有信心赢得众议院的多数席位 但他们对本党未能 未能以以前预期的那种巨大优势 重挫民主党人感到沮丧 选前人们预计一场 共和党胜选者的红色浪潮将席卷 1月份宣誓就任的新一届众议院 美国消费者价格增加开始出现缓解 速度尽管不快 但低于6月份创40年来 新高的通胀增速 政府劳工部星期四说 10月份消费者价格比 一年前增长了7.7% 低于9月份的8.2%的年度增速 消费者价格9月份到10月份增加了0.4% 与前一个月的比增幅相同 最新消费者价格指数数字 让面临视频和零售价格升高的 许多美国购物者 以及需要物资和原材料作业的商家 依然感到不安 但已经低于6月份出现的 1980年代以来最高的9.1%的通胀率 即便如此 增长率增幅 2022年春季以来 似乎停留在不正常的高水平上 一个月的增长又加剧了 之前的价格上涨 美联储的政策策划着今年 快速增加了他们的基准利率 希望这回宪职将会开支 但加息的效果 一字并不显著 拜登将与习近平在下周进行会面 白宫秘书卡林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两位领导人将讨论维护和深化 中美关系的沟通渠道而努力 负责任的管理竞争 并在双方利益一致的问题上 做出共同努力 特别是在影响国际社会的跨国挑战方面 声明说 两位领导人还将讨论一系列的地区和全球问题 这将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以来 两位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美国司法部星期三说 三名被告应向中国发送了 与美国军事项目有关的有关技术数据图纸而被捕 这三人还被控欺诈罪 因为他们向国防部提供了违禁的中国原产物品 三名被告在肯塔基州西区的美国联邦法院 首次出庭后其联邦起诉书于星期三公布于众 美国司法部的声明说 根据法庭文件来自印第安那州弗洛伊德诺布斯 60岁的菲尔帕斯科和45岁的莫尼卡帕斯科 来自肯塔州的乔治敦 59岁的斯科特 塔布斯等三名个人 以及跨进词性有限公司责任 公司被指控犯有电汇诈骗 违反武器出口管制法和走私物货队 因为他们参与了向中国发送的 受出口管制与国防相关的技术数据的非法计划 并非法向美国国防部提供了 有关用于航空系统和军事物品的中国原产稀土磁铁 向美国报下的本地新闻 接着到11月10日晚 全美国新冠肺炎讯诊病例为97977389人 新增40220人 死亡1074485人 新增1256人 接着到11月8日晚11点59分 华生新冠病毒为1843908人 新增4591人 死亡14653人 新增56人 其中经线讯诊数为525418人 死亡参见268人 第二次线确诊人数为233034人 死亡1543人 Snowlish County确诊人数195100人 死亡1338人 Spoker County确诊病例147320人 死亡1576人 Clar County确诊人数107062人 死亡958人 Yakima County确诊人数81165人 死亡841人 分子County确诊人数60155人 死亡515人 Constant County确诊人数60143人 死亡476人 目前华州因新冠病毒住院 74822人 根据华州交通部周二公布的消息 北卡斯特的高速公路及SR20公路 将整个冬季都关闭 交通部表示这一路段在上周四起 四起的起因是因为冬季风暴而关闭 在下周一 北卡斯克地区下了今年冬天第一场雪后 工作人员评估确定了该公路不适合通行 关闭的路段位于在里程碑134-178之间 每年该路段的一半都会在10月底至12月之间开始关闭 今天早些时候 州长捷一 因此宣布 该州将在2035年前禁止销售新的汽油动力汽车 今年下渡车站的焦点是电动汽车 车站上几乎每个汽车品牌都有一辆电动汽车 在价格方面 有些售价约为3万美元 这里的电动车数量是取年的两倍 汽车专家汤姆·沃尔克说 现在有一些负担得起的电动汽车 这是雪佛兰 BOTO-E 微优 它的汽价很容易低于3万美元 续航里程约为250英里 沃尔克说 金线正在采取新的方法来解决日益严重的枪支暴力问题 跟踪枪击凶杀和幸存下来的枪击受害者的数据 以查看他们是否能够识别任何令人不安的模式 并有可能在暴力发生之前制止暴力发生 今年金线发生了超过438起枪击事件 皮尔斯县审计员朱利·安德森 周四成人在华盛顿州国务卿 本周日西雅图北部发生了致命的学校枪击事件之后 附近学区的家长正在解决他们对安全的担忧 他们声称学校董事会成员忽视了他们的安全 North Shore学区投票决定在20-2023学年 将其学校资源官从Wood Innovate高中撤除 根据会议议程 校长在9月的一次学校董事会会议上表示 Vosso高中SRO的合同不会在下一学年自动续签 需要根据学生的意见进行审查 对于国家公园管理局的一项新计划 从2022年11月11日退伍军人节开始 军人及其家人能够免费进入国家公园 国家公园管理局说 免费军事通讯证计划是一种感谢现任 美国军人及其家属 金星家属和美国退伍军人对我们国家的支持 便鼓励他们在公共土地和水域 探索娱乐机会的一种方式 下面是天气预报 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 最低气温华时39度摄氏4度 明天请转多云 最高气温华时47度摄氏8度 最低气温华时36度摄氏2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 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152台 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 东方新闻 凤凰卫视新闻 《非诚勿扰》 《一战到底》 芝麻开门 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 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 请记得收看Crossings TV Comcast有线电视 Xfinity152台 查询详细节目信息 请访问www.crossingstv.com 肌肉骨壳伤痛 车祸 工伤 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 萧明医师 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 电话 2066217501 2066217501 又到了聚会的时候 是时候同亲朋好友开派对 同家人分享佳肴美食了 同时也是时候更新你的新冠病毒 COVID疫苗了 更新版的疫苗可以有效预防新冠病毒 COVID的原始病毒 以及Omicron病毒 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接种疫苗可以让我们更安心的聚会 今天就预约免费接种疫苗 上vaccines.gov 查询是合五岁及以上人士的更新版 新冠病毒COVID疫苗 我能做得到 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提供 下面先介绍体育新闻 北京时间11月11日 凌晨4点 英联杯第三轮 曼联队阵阿顺维拉 上半场 B肺推射破门被吹 拉士福特越位在先 达罗特投球过门打高 阿士良抽射打高 下半场 沃特金斯挑射破门 必非助攻马歇尔扳平 梁贝利制造 洛特的乌龙球 拉士福德抽射建功 必非变现破门 小麦锁定胜局 最近时间11月11日4点30分 西甲第十四轮继续进行 皇家马拉里坐镇主场 伯纳乌球场迎战加德斯 本场主裁判为塞萨尔索托 最东黄马主场2比1击败加德斯 没有时间11月11日开队着主场 106比95击败折孤 杰里米格兰特拿下27分8篮板 安芬尼西蒙斯得到23分6次助攻 主将利拉德继续缺阵 西安威廉姆斯为球鸿拿下了29分6篮板 尼格拉姆14分5个篮板 迈克科伦姆面对老东家 拿到13分7个篮板和7次助攻 109比116 火箭7分西半猛龙 格林21分6篮板6助攻 波特尔12分11助攻 史密斯15分10篮板 神经17分8篮板3封盖 四大猩猩表现极其优异 全队7人得分上双 来右方面的消息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1201.43点 或3.70% 数报于33715.37点 纳斯达格纵组指数上涨760.97点 或7.35% 数报于11141.15点 标普500指数上涨207.80点 或5.54% 数报于3956.37点 截至发稿贵金属市场 方面 科美斯黄金期货上涨43.4美元 报售于每盎司1753.2美元 国际原油市场方面 美国WTL原油期货 报售于每桶86.31美元 国际波仁特原油 报售于每桶93.91美元 比特币报售于17145.94美元 截至发稿 深圳指数上涨34.80点 数报于3070.87点 香港横指上涨776.45点 数报于16870.46点 日行指数上涨741.28点 数报于28189.08点 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为 每一般美元兑换 717.16元人民币 美国股市周四大幅上涨 创两年来最多的单位升幅 低于预期通胀数据 重新点燃了市场 对美联储放缓加息 补乏的憧憬 周四的反弹凸显出 投资者对今年的通胀走势 有多么的重视 今年大部分时间 美国经济的热度 一直超过许多投资者的预期 这迫使美联储已几十年来 最快速度提高利率 这导致差券收益率飘升 也使美国股市走上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最严重的重回轨道 这也是为什么周四的通胀数据 会给许多投资者如此大的安慰 美国剔除波动较大的 能源和食品价格的 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 10月份同比上升了6.3% 低于华尔街日报 调查经济学家所预计的6.5% 也低于9月初 创出了40年高点 10月份的整体通胀率为7.7% 数报于9月份的8.2% 据消息人士称 亚尔讯公司首席执行官 贾锡正在领导这家科技巨头 进行成本削减审查 在该公司上位盈利的业务 进行缩减 其中一些消息人士称 作为为期数月的成本削减 审查的一部分 亚马逊已经告诉某些 不盈利部门的员工 在公司的其他岗位上寻找工作 因为他们正在工作的团队 正在被暂停或关闭 以上新闻节目的内容 是由柯宇帆和KK为您播报的 今天的新闻采片是 喜欢陆一柯宇帆和小元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 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anc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主页 ChanceRadio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 进行西雅图 新闻微博账号 西雅图中文广播电视台 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APP 可以跟WLAMVB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专题节目是读书 下面把时间交给林玉涵 接下来